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尾部下垂 眉毛在相学中称为饱受公 古香书中有云 眉高长垂 高瘦无疑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位置较高 且眉尾下垂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态较为的平和乐观 心胸也比较的开阔 欲是不喜欢较真 与人不喜欢计较 而且特别的善于控制自己的脾气 情绪比较平稳 与周围的人相处的也比较融洽 将任何事情都看得非常开 二 长期如此 自然是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 比较容易长寿 一生很有福气 二 人中深长 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受堂 为人体任多二脉的交汇之所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长得深长而清晰的话 代表着血气旺盛 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较好 属于哪种身强力壮的类型 生命力比较的旺盛 而且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谦逊和善 对人对事都很有耐心 心地淳朴善良 很多人都愿意与这种人交往 人缘特别好 而且在事业上又不乏拼劲 一生健康长寿 俘虏双全 这里可以从女人的人中上可以看出主人的生育能力 也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 而在男人的人中上可以看出他教养孩子的能力 话说得好 娘生爹养 人中深明的女人可以生出一个继承自己全部优点的孩子 而人中深明的男人则是能负责把孩子培养得越来越好 将来孩子不但在工作方面取得大成就 还知道孝顺会照顾双亲 所以说人中深明的夫妻老来得福 能瞻子女光 向尽天伦 三 耳垂饱满 贴近脸颊 耳朵在相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 代表着财运和福气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风盈有肉 贴近脸颊 并且耳垂厚大饱满的话 代表着肾气充足 这种人大多身体比较健康 容易长寿 而且这种人大多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 非常的会来世 也很会做人 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 待人也特别的真诚 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凡事看得开 自己舒坦 也让别人舒坦 生活事业都比较的顺利 一生福气和财气充足 耳垂可以说代表着一个人的福运 耳垂圆润的人上辈子积了大功德 这辈子人生一帆风顺 不会有太多的灾难 而耳垂饱满的人 为人公平公正 是赚钱的好手 擅长发现商机 目光长远 不会因为一点迎头小利与他人起冲突 这样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日子只会越过越幸福 孩子也能继承他们的聪明才干 成为他人眼中的模范家庭 4.脸型方正且大 脸型长得大而方正的人 在相学中也称为田字脸 虽然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自己长成这种脸型 感觉不精致 不洋气 但是这种脸型的人命格却非常的好 而且肾气足 身体好 比较的妄加 还容易长寿 这种人在为人处事方面心态比较的平和 待人接物方面内心非常善良 还乐于帮助他人 而且意志力比较坚定 做事有始有终 事业发展较好 晚年儿女孝顺有出息 医生好命又富贵 眼神有力 眼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如果一个人的眼神生得黑白分明 明亮有力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能干 有着很强的判断力 而且很有决心和毅力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坚持到底 不会半途而废 事业和生活都能打理得井井有条 非常的善于把握机会 做事注重细节 还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 容易长寿 也容易富贵 六 下巴圆润有肉 在相学中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性格脾气和晚年福气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都比较的温和 几乎没有什么脾气 为人也比较的谦卑有礼貌 而且做人做事都非常的踏实可靠 给人一种非常值得信赖的感觉 在为人处事方面很有一套 人际关系经营得非常好 身边的贵人也比较多 容易得到身边人的帮衬 再加上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医生的运势非常不错 晚年健康长寿 生活富足 七 眉毛秀长的人长寿 在相面学中 眉毛被称为饱兽工 它被认为是一个人寿命和性格的象征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而清秀 粗细始终 且顺滑有光泽 那么据说这是天生长寿的相貌 这种人通常性格宽宏大量 不喜欢与人争吵 生活和工作中善于包容和体谅他人 因此人缘很好 他们做事认真细致 性情温和 懂得关心和理解别人 因此生活较为舒适 事业也能取得不错的发展 一生富贵长寿 不会为金钱而忧虑 相反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稀疏 短小干枯 那么据说这是短命之下 这样的人性格可能较为暴躁 容易生气 对身体健康也有不良影响 八 牙齿尖密 像书上讲 牙齿可以断定肾脏的好坏 进而看出身体的强弱 据说牙齿被称为肾脏的花朵 因此 如果一个人的牙齿整齐 紧密 坚固而不松动 那么表明这个人的身体素质 很好 拥有强健的体魄 这样的人通常性格乐观 开朗 对待生活和工作充满热情 富有行动力 他们生活快乐 事业上也表现出色 不仅长寿 而且富贵 九 脖子圆厚 脖子在相学当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支撑力与控制力 而一个人的脖子长得圆厚有肉 但是没有啥坠肉则往往这样的人 头脑转得比较灵活 做事有毅力 懂得坚持到底 在生活当中很少会有挫折感 而且他们个人的实力会非常的强 只要是他们肯上进 日后必定会取得极大的发展空间 福气满满 注定会有非凡的成就 十 鼻骨硬 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中年阶段 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执着程度 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长得非常直挺有力的话 鼻骨就会比较硬 这种人一般非常有自信 做事也非常的有魄力 有着很强的执着度和执行力 做事比较坚持 在事业上能成功 而鼻梁他的人一般心理素质较差 心态不好 容易多病 寿命难长 相有新生 富人有富相 穷人有穷相 一生追求财富的我们 同样需要了解何为穷相 以下五种相财运差 存不住钱 一生比较的落魄 一 颧骨低限 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企图心和进取力 如果一个人颧骨比较低限的话 这种人一般城府极深 喜欢在背后耍阴谋诡计 性格方面也比较的阴沉 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想法和算计 把自己逼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中 从而导致钱财的外流和损失 整个人缺乏守财的能力 所以即使富也难长久 一生命格运势平平 难有什么大的成就 财运也好不起来 为人比较的理想化 一生多贫穷 二 眉为散乱 眉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态度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对于钱财的掌控力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巨龙有形的话 这种人一般意志力坚定 性格果敢 天生有着很强的聚才能力 若是眉毛比较散乱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急躁 做事往往缺乏耐心 比较冲动 考虑问题往往不够周全 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所以感情运往往不太好 而且意志力薄弱 做事很难成功 容易破财 是很难过上富裕的生活的 三 卸目面相 卸目的主要特征便是眼睛圆而小 且眼珠外突 而且上眼皮下压成一次性 看上去是单眼皮 这种眼形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固执 而且自尊心极强 有着很强的求生欲望 最受不了失败 而且性格暴力 为人比较的懒散 而且喜欢惹是生非 个性略显愚蠢 缺乏大智慧 喜欢结交朋友 但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缺乏理财思维 事业方面很难有什么大的成就 四 耳朵尖薄 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气 如果一个人耳朵比较尖薄的话 这种人往往没有什么福气 而且做事缺乏理性 心里装不下事 为人比较的缺乏耐心 特别的害怕麻烦 个人财运非常的不好 为了赚钱 甚至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发展 赚钱能力比较弱 即使获得财富 也很难长久 并且经常会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 导致财富流失 生活比较的贫穷 地格薄小 地格主要指下巴 代表着一个人的积蓄能力和晚年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腮骨见血 下巴短小而肩薄的话 这种人往往意志力比较薄弱 做事缺乏坚持 没有什么定力 为人也是自私自利 缺乏原则和低限 并且心性贪婪 只顾眼前利益 目光不够长远 凡是只顾眼前 蓄财能力比较弱 晚年运不好 往往留不住财 一生比较的贫穷和落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